好同学们好 我们来学习第二节 发出存货的计量 这个发出存货的计量是什么意思 存货现在已经乖乖的 按照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确认和记录到我们的账上了 那么现在我这个存货要用 我原材料是不是要领用 然后我这个产成品是不是要往外销售 那肯定是要发出去 所以发出去存货的时候 这个成本计多少 这就涉及到发出存货的计量问题 不同类型的存货呀 它发出去存货计量的方法 应该是不同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 发出存货计价方法 原则是 企业应当根据啊 各类存货的什么 实物流转方式 企业管理的要求啊 存货的一些性质 等等这些实际情况 去合理的选择 发出存货成本的一些计算方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存货啊 它有真实的一个 实物流转的一些方式 是吧 原材料啊 到我的半成品 到我的库存商品 再早卖掉 它有一个实物流转的方式 那么在我们账上 记的时候呢 有一个成本流转的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啊 想选择一个恰当的方法 使我的成本流转 尽可能的和我的实物流转 相匹配 也就是说我在账上 记录的我成本流转的一个数额 尽量的往我实物流转的一个方式上去贴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 真正无缝衔接 贴合的非常好呢 很难 那也可以说 只有最后一种方法 个别计价法 它可以实现成本流转和实物流转的对应 但是前边三种方法 是尽量贴合 尽量去满足实物流转方式的一个叙述 所以只有最后一种方法 是无缝衔接的 那我们来看看四种方法 先进先出法 运某一次加权平均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 那欣欣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先进先出法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有后进先出法 我们的会计准则规定 不能允许使用后进先出法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存货 它发出去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是我生产领用 比如说我领用原材料 是吧 那我生产领用原材料的时候 我一般的分路是什么呢 借生产成本 带领用的原材料 归集到我的生产成本当中去 当我产品完工的时候 我的生产成本会转到 库存商品里面去 那我现在存货发出的计量 解决的就是 我这个原材料金额 到底应该寄多少呢 数量是多少啊 方式二 是我的产品生产出来了 我往外卖 出售 那我出售的时候 是不是借主营业务成本啊 带什么 库存商品 这个时候我解决的是什么 这个金额到底又是多少呢 这就是我们存货发出计量 需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我发出的这个金额 计多少 大家看一看 这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 我生产领用 我确认的借方是什么 生产成本 这个生产成本 它是直接影响 所有类的科目吗 不是啊 不是 因为它要转到存货 是吧 它是资产不债表里的存货 那么它卖出去之后 截转成本 是不是就会影响利润表啊 通过这种方式去影响利润 那出售的话 它是直接就可以影响利润的 我们有一个横等式啊 横等式是什么呢 我期初留在家里的存货 假设是100万元啊 那么本期购货10万元 本期销货 假设是20万元 那么最终期末留在家里的是多少 10加100减去20 那么就是90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等式啊 期初存货加本期的购货 减去本期销货等于期末存货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本期销货金额到底是多少 那么我们第一节解决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外购存货 解决的是本期购货的金额是多少 这个你不要搞混掉了 那最终留在家里的 就是我们期末的一个存货呗 它会形成什么 我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存货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好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种 发出存货的方法 先进先出法 很简单 也就是说先购入的存货 应先发出 或者是先去销售 不耗用 这样的一个存货后的 实物流转假定为前提 那么对发出存货 进行计价的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呢 先购入的存货成本 在后购入存货成本之前 去转出去 以此确定 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的成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是进钢材的 我第一批钢材呢 是100元一件 购进了100件 第二批钢材呢 是120元每件 购进了200件 那你会发现 我两批刚才购进的时候 是不是单位成本 都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因为我的这个市价 是不是在波动呢 不可能是一直不编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领用了150件 如果是先进先出的话 是不是我先购进来的 先领用啊 那150件 是不是要先去选 我第一次购进的这100件 够不够 不够 还有50件怎么样 我再去选第二次 刚才 这个50件 先购入的 先发出 是不是简单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甲公司23年3月啊 它的A商品 有关收发存的情况如下 首先3月1号 截存了300件 单位成本是2万元的 诶 截存是不是就是 起初留在家里的 这个A商品有多少件呢 300件 每件2万元 在3月8日的时候 我又购入了200件 单位成本是2.2万 诶 这个时候 一共多少件了 500件 对不对 在3月10号的时候 发出400件 诶 先进先出法的话 应该先发出谁 先发出这300件 够不够 不够 那还要继续发出 3月8号 3月8号 够进的这100件 才够400件 好了 那么在3月10号 发出400件以后 结存了多少件 结存了100件 3月8号 购入的 这批A商品 单位成本2.2 在3月20号 又购入了300件 单位成本2.3 3月28号 发出200件 诶 这个时候 先购入的 先发出 好 先购入的 是不是我们 结存了100件 先发出去 还够不够 不够 再把3月20号 购入的 这300件 里面 代发出去 100件 这个时候 结存了200件 3月20号 购入的 A商品 并且3月31号 又购入了200件 好 我们具体的看一下 它的一个解析过程 这是一个表啊 那么你在考试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列 这样的一个表啊 因为它比较简单 没有必要列 这样一个表的 那么目前 以CPE考试的一个难度啊 基本上不可能 出一个单独的 存货 发出计价的一个计算体 因为太简单了 但是它可能 会在客观体 或者是 一个主观拼盘体 里面出现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掌握的啊 那按照我们刚才的一个思路啊 在3月10号 是不是结存100件 单价是2.2 然后在3月28号的时候 又结存200件 单价是2.3 那么整个 发出A商品的一个成本是多少 一共是3月10号发出了400件 3月28号发出了200件 那么这600件分别是 用了我3月1号 结存的这300件 300乘以2 单价 然后加上 我3月8号的时候 先发了100件 乘以2.2 然后后来呢 我200件发出的时候呢 又用了3月8号 结存的100件 乘以2.2 又用了什么 3月20号 共进了300件 里面的100件 乘以2.3 那么得到1270 有同学说 老师 有没有更快的一点 计算方法 有 如果你考试的话 你要提高 你做题的速度 你想想看 你这个月一共发出了600件 先购入的 先发出 你就往下数呗 从上往下数 一直数到600件 结束就OK了 那你比如说 刚开始结存了300件 这600件够不够 不够 所以你这300件 一定是全发出去了 300乘以2 再加上什么 3月8号 又购入了200件 现在是不是500件了 够不够 还不够 所以你这200件 一定也是全发出去了 后边呢 只剩100件了 所以你3月20号 用100件就够了 是不是从上往下数 先购入的 先发出就可以了 那么是1270 是不是就速度快很多 好 还有本月结存 发出A商品成本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计算一个月末 还留在家里的 A商品的成本 一般啊 存货发出计价的 一个计算方法 里边啊 都会考这两块 一个是发出成本 一个是结存成本 这两块都要去 会计算啊 那么结存的时候 我们知道 结存了400件 其中有200件 单位成本是2.3的 200件 单位成本是2.5的 那么加起来就可以了 是960 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 懂结一下 先进先出法的 一些优缺点啊 首先是它的优点 第一点是 它可以随时 就进行截转啊 那么随时截转 存货发出成本 第二点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期末存货成本啊 是按最近购货成本 确定的 比较接近现行的 市场价值 什么意思呢 先购入的先发出啊 所以你先购入的 是不是已经发出去了 期末留在家里的 是不是你后来购入的 那么是不是你后来 购入的这个价值 更接近于 我现在的市场价值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 做的这个题目 那月末 结存A商品的一个成本 是不是就是最后两期 它的一个成本啊 所以它更接近于市价 缺点 第一 计算是很繁琐的啊 存货如果是收发业务 比较多 且存货单价是不稳定的话 那么它的工作量 就会比较大 第二点呢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在物价上涨的期间 它会高估当期利润 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这个物价是在涨的是吧 那我每次购入存货 它购入的成本是在涨的 我先发出去的存货 是不是价值比较低 那会导致什么 我发出存货的时候 我截转的成本 是不是被低估了 成本被低估了 是不是利润就会被高估 那么最终留在企业当中的 存货价值 是不是也会被高估 那么反之就会低估当期的利润和存货价值 这个你不要把它搞混了 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 稍微有一点点难 但是也可以理解 那它有几个复杂的计算公式 我们先来看一看 存货呢 那我们先计算一个单位成本 就是说一单位数量 它的单价是多少 那怎么做呢 因为它要移动加权平均 就是我每一次进货的话 我都要算一次移动加权平均 它是一个平均的一个单位成本 它不像先进先出一样 不用做移动平均 那么它需要做一个移动平均 怎么做呢 分子是原有的库存存货的实际成本 加上本次进货的实际成本 去除以原有库存的存货数量 加上本次进货的实际数量 反正呢 分子都是一个总成本 分母都是一个总数量 对于移动加权平均来讲呢 它的总成本就是 我每次进货的成本加进去 那么对于分母呢 就是每一次进货的数量 你把它加进去 做一个移动加权平均 那发出存货的成本 是不是要计算 就等于我发出存货的数量 比如说发出了100件 去乘以我上一次计算出来的 发货之前的存货单位成本 那月末呢 月末结存的 就等于我月末库存存货的一个数量 去乘以我月末存货的一个单位成本 有些人说老师我有点晕了 这个公式你完全不用记 你只要看懂这个立体就可以了 提干呢和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现在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来算 还是这样的一个提干 那么你注意 我第一次3月8号是不是购入了一次货 我说过了只要购货 是不是就要做移动加权平均 所以在3月8号这里要做一个移动加权平均 计算它的存货单位成本了 单位成本是什么 上面是总成本 下面是总数量 总成本是300乘以2 加上200乘以2.2 分母是什么 数量300加200呗 所以你看3月8日 每一次购货都要做移动加权平均啊 他算出来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是2.08万元每件 好了到3月10号是不是发出400件 400件就直接去乘以 我刚才在发货之前计算的 那个加权平均单位成本2.08 算出来832 再往后啊 3月20号是不是又购货了 只要购货 是不是都要计算移动加权平均 在3月10号 我发出了400件存货以后 我是不是现在还结存了100件 单位成本是多少 我结存的这100件里边 单位成本应该是我们算出来的 2.08 2.08 因为我们已经算了移动加权平均 那么还有什么 300件我新购货的 乘以2.3 是不是还要做一次移动加权平均啊 数量是100加上300 是2.245 好 然后在3月28日的时候 是不是要发出200件 这200件呢 直接去乘以我 在发货之前的存货单位成本 2.245 是449 好了 本月是不是就发出这两次 那么这两次 832加上449 就等于1281 就是本月发出A商品的成本 同样我们要计算结存是吧 那结存是不是就400件 诶 400件 你注意了 也要算一个移动加权平均哦 剩下是不是200件啦 200件去乘以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2.245 再加上 加上什么 我在3月31号 是不是又够近了 200去乘以2.5啊 去除以200加200 这是它的单位成本 去乘以我结存的数量 400 就等于949 好 这是移动加权平均哦 你会发现 我每一次购货 是不是都要做一次 移动加权平均啊 好了 它的优缺点啊 能够使管理层 是不是及时了解 存货成本的结存情况 因为我每一次进货 都要做移动加权平均啊 是不是你可以及时了解啊 是计算出的平均单位成本 及发出和结存存货的存货成本 还是比较客观的啊 因为它做了一个移动加权平均 它不像先进先出法一样啊 先购入的 先发出 那么呃 我的这个成本的 它是不平均的啊 不客观的 因为市价在一直波动 但是我现在移动加权平均 因为我每一次进货 都做了一次移动加权平均 所以呢 这个数还是比较分摊的 对吧 那么计算的工作量 也是比较大 对收发货平凡的企业 是不适用的 这是它的缺点啊 来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你从这个字面意思上 应该知道 它就是在月末的时候 做了一次平均呗 它不像移动加权平均 是按照购货的次数 来做加权平均的 它是按月来做加权平均的 那我们看看它 基本的一个计算公式啊 依然是不用备 只要掌握了立体就可以了 存货的单位成本 它等于 月初存货的一个实际成本 加上 一个核 秋核 这个核是什么呢 本月某批进货的实际单位成本 去乘以本月某批进货的数量 我说了 它是一个月做一次权平均 所以它的总成本 分子 应该是 这个月里边 所有的存货成本 包括期初的 月初留存的 加上我本月 所有购入的 那分母呢 月初的 数量 加上本月 进货的数量呗 也算出了一个存货单位成本 发出存货的成本 是不是就等于 我们发出存货的数量 去乘以 存货的单位成本 就可以了 那月末节存呢 就等于我月末节存的存货数量 去乘以我存货单位成本呗 后边其实都差不多 那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还是以立体为主 一样的题目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 A商品 一次加权平均的单位成本 是什么呢 我把我这个月 所有的 进货的总成本算一算 除以我这个月 所有的数量 那一共有多少 一个是月初 结存的300 是吧 还有什么 三次进货 那么 我的总成本是多少 应该是300乘以2 加上200乘以2.2 加上300乘以2.3 再加上200乘以2.5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这个数算出来应该是2230 这是它的总成本 总成本去除以总数量 总数量是多少 300加200加300加200 好了 那么月末一次 加权平均的单位成本 算出来了 22.23 整个一个月 做了一次加权平均 那本月发出A商品的成本 简单 一共是600件吧 去乘以我刚才的单位成本 得到1338 结存呢 400件 400件去乘以2.23就可以了 得到892 好像也比较简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有缺点啊 是不是简化了成本计算工作啊 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月 才算一次 是吧 是不是比移动加权平均 好像简单一点啊 平时无法从账上提供 发出和节存存货的单价 及金额 因为它就月末做了一次啊 当然平时没有办法从账上 看到这些单价和金额咯 不利于存货成本的日常管理 和监控啊 那么这个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一种方法呀 个别计价法 个别计价法呢 它的特征是 我注重所发出的存货 具体项目的实物流转 与成本流转之间的一个联系 是不是比较匹配啊 逐一辨别 各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 所属的构近批别和生产批别 分别按照其购入或生产时 所确定的单位成本 计算各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的成本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啊 我有一些珠宝 我有一些名画 我有一些古董 你说这样的一些存货啊 你在发出去的时候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先进先出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移动平均加全 月末一次加全平均法 你觉得合适吗 好像不太合适 它只适用于这种个别计价法 你发了哪个就计哪个 所以它的成本流转和失误流转 是完全一致的 能够真实的反映存货的成本 但是啊 它在存货收发比较频繁的情况下 其发出成本分辨的工作量 还是有点大 这是它的优势点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重点关注的是 前三种存货发出的计算方法 它一个计价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存货成本的一个截转 那存货成本的一个截转 我们主要回答一下 我在截转的时候 对应哪个会计科目啊 比如说我们商品和产成品 如果是作为存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库存商品这个科目 来核算呀 我在截转的时候 怎么截转呢 一方面 我存货销售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确认收入啊 那么借银行存款 代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有一个肖像税额 那截转成本 怎么截转 我应该将已经销售的 存货的成本 截转为当期的 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是和主营业务成本 匹配的 那么借主营业务成本 存货地下准备 代 库存商品 哎 那你会发现 这个库存商品 我在截转的时候 是不是跟了一个存货地下准备呀 也就是说 我在截转的时候啊 应该是以账面价值来进行截转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主营业务成本 应该是倒计出来啊 体现的是一个账面价值 什么是账面价值呢 你比如说 我戴方的这个库存商品啊 它只是一个账面余额呀 它要减去它的背底科目 就是存货地下准备 因为这个库存商品 它是不是可能已经减值了 那我提了一个存货地下准备 假设呢 我本来这个库存商品是100万 然后我提了50万的存货地下准备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这个商品啊 它是值50万呢 所以我们的成本啊 就应该体现50万的一个价值 而不应该是100万 那么我在截转的时候 它的背底科目要一并的截转走 你想你库存商品转走了 截转成成本了 你还留在家里一个存货地下准备 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啊 那肯定是要一并跟它截转走的 那么这个库存商品减去存货地下准备 就是这个商品的账面价值 好 这是截转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啊 非商品存货 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商品啊 实际直接往外卖的 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的 那现在啊 有一些是非商品的存货材料 那应该如何截转呢 有一个原则是 谁受益 谁承担 也就是说根据受益的对象 分别进入相关资产的成本 或者是当机损益啊 比如说啊 原材料 我把它转出去 那我转出去之后呢 我如果是 直接材料的一个成本 那我用的是什么 收产成本呗 如果我用的这个原材料 是间接材料的一些成本 是不是要知道费用啊 如果我管理部门去领用了 那么谁受益谁承担 即管理费用啊 我销售部门领用呢 我记销售部门 在建工程领用 可以资本化 进入到在建工程 研发环节领用呢 研发支出 当然这个研发支出呢 后面会有 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 两种情况啊 在无形资产里面会讲到 那如果是 你把这个材料啊 直接卖了 我不用它来生产产品了 我直接把它卖了 那么你应该确认 主义用户收入吗 不是 我们销售材料的时候 用的是其他业务成本 你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用的是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他用的这个科目啊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卖材料 毕竟不是你的主营业务啊 当然了 如果这个材料 有存货低下准备 机体了 也要一并转走 让账面价值去转走 好了 这是非商品存货材料 它的一个节转 我们再来看 特殊的包装物 如果是一个中转材料包装物 我们说了 它是可以做存货的是吧 你要看看 这个包装物 它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我们是生产过程中 领用包装物 好 生产过程中 领用包装物 一定是可以寄入到产品 生产成本来 但是这个包装物呢 可能是属于一些间接费用啊 所以呢 它可以寄制造费用 领用走了 我们用的科目是周转材料包装物 第二种情况是 我出借这个包装物 或者是随同产品出售 我是不单独计价的一个包装物 什么意思呢 大家应该举一个不太恰当力的 大家应该都喝过那个可口可乐 是不是那个玻璃瓶的 那可口可乐的玻璃瓶 你喝完之后 是不是瓶子还要还给商家的 那么这种包装物啊 这种酒瓶子 它是相当于出借的 出借的 你两块钱买的这个可口可乐 它是没有负担这个瓶子价值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它其实啊 这个企业 它是没有产生收入的 它这个玻璃瓶没有产生收入啊 它是为了让你的这个可口可乐 更好地卖出去 做的一种包装物 所以它应该是寄入到销售费用 我们用的分路是 借销售费用 带周转材料包装物 你看到这种玻璃瓶的啊 这种可口可乐 是不是比较有食欲 想喝啊 所以它为了让这个可口可乐 更好地卖出去 销售费 第三种情况 出租 第一种是出借 是吧 第二种是出租 这不一样啊 这个出租包装物 以及随同产品 我可以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比如说人家问你了 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要 我给你包装一下 包装一下十块钱啊 那么你要不要包装 那么它的这个包装 是要单独计价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 它是有收入的 说你十块钱 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般是记录到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配比的时候 应该是用其他业务成本来进行配比 所以我周转材料包装物 节转的时候 是走其他业务成本 有收入的情况 要有成本来配比 没有收入的话 直接做销售费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几种情况 把它区分清楚 好了 以上就是本四课的内容啊 大家辛苦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